好甜,可是超級香 很脆,很好吃 很好吃 好,這一顆是 紅杏拔辣 哇,已經生了很多很多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空鴨 空鴨條法繁殖 我們要選枝,像這種 這個向上,直直的這種枝最好 因為這個枝 第一個,他生長比較旺盛 第二個,這種枝以後是無用的枝 要剪掉的 好,我們現在選好這一個枝了 選這一隻 這一隻生長很旺盛 好,然後我們 大概就這樣好,從這個地方 好,黃柯這樣 上面,然後下面 大概兩三公分的地方 好,再做一個黃柯 好,這樣做黃柯 好,然後這個 好,然後這個 巴拿皮不是很厚啦 那掛一下應該就撥得起來了 好,你看 好,這樣就整個剝起來了 好,這剝好皮就長這樣子 好,那這剝好皮了 但是,接著呢 這裡是呢 他植物的這個增生層 這一層這個皮要把它割掉 這一層等一下把它刮掉 他才不會再 如果你沒有把它刮掉的話 三個月後 他又完全 完全恢復了 這裡就不會長出根來 把這個皮齁 把它刮來刮這樣 這個要刮乾淨喔 要不然它可能會 這個植物它自己會修復 修復的話 你的這個空壓就會失敗 它根就長不出來 掛完之後應該像這樣子喔 非常白齁 非常非常白的 那個黏土 弄一個這個 這個黏土球 把它把它剝成兩半 這樣剝成兩半 然後呢 就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把它夾上去 夾上去 加緊 這粒球很大 好像這個樹上的那個螞蟻窩 接著我們這塑膠袋 從下面這邊開始綁起來 要把它綁起來 把它壓一壓這樣 把它綁緊 你看這樣就完成了 這空壓法其實 就是 是蠻快的 蠻快速 而且有效的方法 像一個那個螞蟻窩蜂窩一樣 這個也是空壓法 繁殖過來的 我現在這邊做一個 那邊也做一個 這第二年 所以如果你要做繁殖 水果繁殖 建議你 沒有別的選擇 就是空壓 最好最好的一個方法 水瓶 來 就弄一粒這個 弄一粒這個這個魚巴球 好 其實如果動作快一點 這個三分鐘就做完了 那這個在我剛好這邊 說一下我的感想 一般在農村或者是 一般家庭園域的話 除非你是專業的 這種 就是繁殖啦 尤其果樹的繁殖 幾乎都是用這種 這個空壓法 不太可能 會用那個駕接法 這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嗎 駕接法你要有一個沾木 如果你覺得這顆很好很漂亮 你去哪裡找一個沾木來給他 給他沾上去貼上去 所以一般來講像這一顆 這生長這麼旺盛 這個是紅杏芭樂 生長這麼旺盛 你就這樣選一個 越直的也好 因為最直的這種樹幹 在我們這個果樹修剪裡面 是要被剪掉的 那這個繁殖要被剪掉 然後最直深的往上的這種 它剛好陽光接觸最大 所以它也是這個生長根最旺盛 所以這種來做這個空壓內 成功率最高最高 也是最好的一個枝條 那那個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用這種空壓法 你可以選很大的枝幹 像我們這個經驗來講 像這個的話兩年 你種下去第一年就生大概五到十顆 第二年呢 整顆都是 這一顆大概四五年啦 如果是兩年的話 滿滿的 如果你是用其他什麼 十森苗 十森苗種出來那個水果 吃起來味道就不是 不會跟原來的你想像的 是完全不一樣 那這種這種用這個空壓內 它還有第二個好處就是 它的這個這個無性繁殖出來這個苗呢 非常快 一般種下去一年內就生了 第二年就成熟了 第二年就可以大量生產了 大量生產 所以說除非你是專業的 你是那個在做專門做那個園藝的 你可能用用那個種子剝那個那個 那個沾木可以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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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幾百顆沾木 然後再再來做這個嫁接 要不然我們在農村啦 或是一般自己家裡用的話 你看這個不錯 你的朋友或是左右鄰居有一個不錯的 這果樹很好吃 花三到五分鐘 按照這樣做 這個這個成功機率都是九成以上的 如果說你這個這個不放心的話 你給他做五個 百分之百你就會有一顆兩顆到五顆的 這個這個新的果樹 可以到這剪下來 就可以這個這個栽種在你家後院啦 或是這盆栽也是可以的 而且你所需要的工具特別少 只需要一個這種剪刀 一個塑膠袋到處都有 繩子 膠袋或繩子 這一大堆每個人都有 土 地下一大堆土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什麼成本都沒有 這是最方便最有效 在農村 使用最廣泛的 如果你是用嫁接 那個根本不可能 在農村或者是幾乎是不可能用那種方法來繁殖 都是用空壓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他我剛剛講過第一年就生了 第二年就成熟了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請按讚並分享訂閱謝謝 謝謝